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怎樣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裡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司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套的朋友經歷過2017年的人心里程 在2018年你會有貴人扶持 財運方面會財來財去留不住 在感情方面桃花是非常旺的 如果你打算結婚就結婚 但如果你剛剛才認識對方的話 最好先了解對方的背景 免得遇上爛桃花或者三角戀 有人曾經說過年輕的男人只會留意身邊的女朋友 而成熟的男人才會懂得珍惜自己的媽媽 希望各位熟悉的朋友可以在父母和異性之間取得平衡 在2018年是非是必然的了 要將關係處理得很好 不要忽略一些小問題 因為記得一樣東西 所有大的問題都是由小問題所引起的 最後阿Ky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